小伙伴说啦 这是一张要狗到一百次才能通关 超难超难超难 要一百个超难的解密地图 一定要我这个倒霉蛋 拜拜 解密大神去玩 说出来挺虎人的 可是开局就给我个飞天公爪 这是啥意思啊 我直接飞上去 走迭景不就能 哎呀 有攻击桨 这也是零所应养的 哎 一位真心 发进脚下的宝箱 嘿嘿 拿到钥匙 这也太简单了 不对劲不对劲 我还是不进去 应该在旁边的自排才对 看吧 我猜对 好吧 好吧 不想了 说不定想的越多 错的越多 就往最简单的出口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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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没坑 说明 好吧 重点还是坑 只能众生一月了 哎 暂停 哈哈 我发现了连接通道 不愧是我 在狗带一瞬间也能发现亮点 就在这一面 哲戏一看 原来有方块不一样的 小狗狗直接飞上去 哦耶 第一关也不是很难嘛 我就狗带了一次 第二关 渐入佳境 按照跟人解密的套路 自排肯定是坑 大门也一定是坑 好好观察方块 才是硬道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哈喽没 这假若阴影部分 和第一关如初一致 不过 真的这么简单吧 好家伙 还真是出口 不是作者太笨 是我太聪明了 哈哈 第三关 假情救赎 仔细观察一方 除了自白 门口 没有奇怪的特殊方块呢 看来 这一关有点难度啊 预设不绝 狗带解决 狗带一次 掉落虚坑的一瞬间 就能看清地图的走向 正选通关狗带吧 咦 我没事耶 有空气方块 哇塞 我这误打误撞 啊呸 我这神机妙算 轻轻声声又过一关 第四关 胜利就在前方 小小的房间 找出口不难 好好观察 全世界坑人解密的技术所在 看看 这里的方块不一样 能穿越过去 真简 哎呀 我却 有影响 不过 我又发现特别的方块 再穿越过去 啦啦啦 这么简单又过干了 不用夸我 谁叫我是解密高高手 啊 什么呀 白开心一掌 这里也狗带不了 只能回去泡岩浆了 咦 有水流 哈哈 流汪花名又一针 叫我这解密灵感 哦耶 紧狗帮一次 就通关超难的解密地图 小伙伴 我厉害吗 稍微